大家平安 欢迎继续跟我们一同来阅读圣经 在录制这个视频的时候 是星期天 在教会的年日 是纪念耶稣基督 骑着驴子 在众人的欢呼声 在众人拿着这个中树枝 高寒和刹那的气氛当中 进入耶路撒冷 这是耶稣在世上最后一个礼拜的旅程 他进入耶路撒冷过后 就是要预备 要走上十字架 完成上帝拯救世人的计划 因此这个礼拜 我们通常就叫做圣周 或者是受难周 这个礼拜 我们每一天都会默想 一些的耶稣最后一个礼拜的经文 我们用这一点的时间 更好的来去花更多的时间 来安静自己 来思想耶稣基督的大爱 那今天我们所读的圣经呢 是我们刚刚才阅读过不久的 就取自撒加利亚书第九章 第九到第十二节 这段的经文提到什么呢 他提到那一个的预言 耶稣骑着驴子进入耶路撒冷的预言 其实在撒加利亚书上就已经提到了 撒加利亚书我们曾经说过 当我们在领袖的时候也看过这段的经文 我或许能够把那一个的链接放在我们下面的comment 那撒加利亚书的时代就是 以色列人要回到耶路撒冷 那他们一段时间因为重建圣殿 面对困难 所以上帝透过哈盖先知 还有撒加利亚先知 就要鼓励他们 拿起重新拿起这个责任 或者重新寻获拥抱那个意象 要一起来建造这一个的圣殿 因此撒加利亚是一卷鼓励 这一个以色列人重新对焦 然后建造圣殿的一卷的书 如果把这段的圣经放回在当时的处境 撒加利亚想要表达或者想预言的 就是当这一个的圣殿建好 这个城墙这个工作都完成过后 有一位的君王 那这个君王在撒加利亚时代 或者比较靠近要去实现的 很有可能是指向当时候的大祭司约书亚 他要代表上帝治理这一座的百姓 治理这一座的城 治理当地的百姓 我们知道耶路撒冷或者犹太人的历史 从大卫和这个上帝 大卫立约 大卫的后代要永远做王 但是因为上帝子民 背叛了上帝 或者是远离了上帝 上帝要管教他的子民 大卫过后就分成南国北国 北国过后被亚述所灭 而南国就被巴比伦所灭 因此在撒加利亚时代 是经过灭国巴比伦 然后巴比伦又被波斯所推翻 在上帝的带领感动之下 波斯的国王塞鲁斯 或者古列王 就容许以色列人能够回到 耶路撒冷重建这个的圣殿 但是这个过程也经过非常漫长的时候 经过一些人的威胁挑战 这个建殿的工作就耽搁了 因此在撒加利亚的时代 这个建殿的工程要重新来开始 撒加利亚在这边的预告 将来有一位的君王要进来 而这个的君王在一个比较靠近的 context 应该就是指向他在我所提到 约书亚大祭司 从过去有君王 有一个国王大卫的后代来治理 我们看到当上帝容许以色列人 要选立自己国王的时候 上帝就告诉他们说 这个国王是要代表上帝来去治理的 上帝拣选大卫 也高立大卫 然后他的儿子所罗门 包括所罗门要建圣殿的时候 上帝也是这样子说 他要秉公行义 要带领上帝的子民来去认识上帝 因此君王的那个角色 是要代表上帝来去治理他的百姓 但是现在国家灭亡了 当时的耶路撒冷是在波斯帝国之下 他肯定不能够有自己的王 所以这一个进来的王 如果是指向约书亚大祭司的时候 就要提醒上帝的子民 要重新回到这一片的土地 上帝赐下这片土地的时候的那一个初衷 上帝要他的子民行走在他的心意当中 你还记得吗 约书亚纪 我们词典会再阅读约书亚纪 约书亚纪 当他代表他代替摩西的继承人 带领以色列人进入攻打耶利哥城 进入过了越旦河 进入迦南地的时候 上帝说这律法书不能离开你的口 昼夜的思想 刚强壮胆 我们看到这就是上帝的心意 在那片的土地当中 要与上帝自己的话语 上帝自己的带领 来去牧养他的百姓 过去的君王都应该行在上帝的心意当中 可惜在君王的历史里面 有好王有坏王 有顺服上帝的 有悲逆上帝的 那现在重建这一个的圣殿 上帝说这一位的君王要进来 这一个的君王 在当时的比较靠近的closer context 就是指向大祭司 所以大祭司要用上帝的道 来去牧养 来去带领上帝自己的百姓 但是当我们读新约的时候 特别在收兰走的时候 我们在读回这一段的圣经 我们很清楚知道 当时候 撒加利亚先知 所做的这个的预言 不可能只有一个 比较靠近的context 这个预言 是多重的应用 至少 多重的应验 至少要应验在耶稣基督身上 因为很明显 耶稣就是按照这一段经文所说的 进城 然后人民欢呼 这段的经文提到 这一个的君王进来 要做些什么呢 在第九节 我们今天就只思想这一节 他提到几样的东西 第一 他是公义的 这位的君王 是要以上帝的意 上帝的公义 来去治理他的土 他的百姓 当我们想到公义的时候 我们就会想到 这一个公平 我们想到 有罪 不能够 这一个 上帝不会混乱罪跟圣洁 对吗 他不会混乱 有罪的 又可以成为上帝的子民 圣洁的岛 被忽略掉 不会是这样子 公义就是 是非黑白 分得清清楚楚 但是这样子的一种的公义 谁能够单单得了呢 其实我们都单单不了 因为我们都是犯罪的人 我们都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得罪上帝 而这位公义的君王 进来 进到我们的生命里头的时候 我们看见 他不是来定人的罪 他乃是更愿意 摆上自己 牺牲自己 到最后成为上帝 完成救赎的一个工作 所以下面的经文说什么呢 他是公义的 而且施行拯救 我们看到主耶稣就是在做这样的事情 他没有犯罪 他来了 他在第一次来到世上的时候 他就是为了做拯救的工作 不是为了定罪 乃是要让信靠他的人都能够得救 他是一个没有犯罪的人 他在神的面前 走在神的心意里面 然后 这一个代替世人的罪 在十字架上 面对罪恶的刑法 第三天 从世人中复活 让每一个信靠他的人 都能够分享他的胜利 对方姐妹 我们感谢主 这位公义又施行拯救的神 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要做这一个挽回拯救的工作 你的生命是否愿意 让耶稣基督来拯救 是否愿意信靠他 把生命交给他呢 第二 这段的经文说 他是谦卑的骑着女机子 这就是耶稣第一次来到世上的时候 给人看到 或者让人认识的那个形象 过去我们认识上帝 或许都是高高在上 很遥远 不敢靠近 我们看以色列人 犹太人 我们就知道 他们不敢称上帝的名字 对吗 他们怕称上帝的名字 会变成望称上帝的名 他们连抄袭圣经 提到上帝的名字的时候 都要放下一些拉笔 或者一些抄袭圣经的文士 要放下笔洗手 再回来抄写 非常的慎重 这种态度是很好的 敬畏上帝的态度 但是在这种态度当中 也就发现到上帝跟人的距离 是非常非常的遥远 能来到上帝面前 只能够带着一颗战战兢兢的心 但是耶稣基督来到世上的时候 我们看到上帝与人之间的鸿沟 一下子就拉近了 上帝绝着行走在人群当中 他把妓女 把税吏 把罪人看成是他的朋友 他跟他们一起生活 认同他们 圣经说他跟我们一样 只是没有犯罪 对方姐妹 他是如此谦卑的 为了来到我们当中 与我们认同 让我们知道上帝的爱 让我们看到上帝在伟大荣耀的一面 仍然有温柔 慈爱 认同人的这一面 感谢主 我们看到这就是主耶稣基督 那一位要实行拯救的神 那一位谦卑 谦和的君王 其的旅居 进到耶路撒冷 耶稣基督 有没有进到你的心房 有没有进到你心中的耶路撒冷呢 愿神帮助我们 我们同行祷告 天父上帝 感谢你 在这个圣州开始的时候 帮助我们 更多的去思向主耶稣 我们的心要向主耶稣来敞开 谢谢你爱我们 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